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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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后夫妻感情浅薄 容易离心离德 婚姻生活难幸福 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 这种影响更显著 有再婚之可能 如果是右边间门处长制 代表夫妻生活不和谐 两人过日子不能统一意见 夫妻性生活不能完美 男子左间门长制 代表亦有婚外情 有外遇或者情人 女子左边间门长制 代表感情易出轨 很容易喜欢上身边的异性 改善的方法是耳朵前不要留病发 这样可以加强理智的力量 四 子女宫三阴三阳有志 下眼皮隆起的部位 即眼带的位置 又叫做子女宫 子女宫象征男女感情和子女 是否有出息 有子四佛等 子女宫需要丰厚 不宜空陷 丰厚平满的人 儿孙将俘虏双全 荣名富贵 这个位置有志 通常又被称为类志 为子女操劳之相 女右侧男左侧有黑志之人 为男孩辛苦 女左侧男右侧有黑志的人 为女孩辛苦 所谓的三阴三阳 其实就是下眼带所在的位置 如果眼睛下方皮肤 鼓起比较的明显 那么就说明 其人三阴三阳 所代表的运势比较明显 而这一位置在面向中 又被称之为子女宫 故而如果长有志的话 能够展现出个人生活中 与自己的子女之间存在矛盾 或者是有志容易因为子女的问题而操劳 值得一提的是 长在子女宫靠下方的志 也被称之为类志 代表着其人经常会因为子女 而遇到伤心的事 整日泪流满面 五 眼睛右上方有志 眼睛右上方有志 则说明职场生涯不顺利 这样的人尽管自己的性格与工作能力都好 但往往会在管理上不服从上司 因此想要成功很难 而除了身上的志 会对人们造成影响以外 自身的命向 同样会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 如扬命水向人 大多比较热情细心讲义气 左右两个内眼角到山根部位 代表祖上与夫妻 主管人的婚姻 而眉毛主管人的感情 假如内眼角偏上有志 代表有意外之灾 内眼角偏下有志 代表有恶性疾病 正好在内眼角长治或者塌陷的话 表示夫妻缘分不足 难以一生一世白头偕老 或者夫妻感情淡薄 情缘不深 七 靠近山根的两个内眼角 山根就是我们两只眼睛中间的鼻梁部分 内眼角就是两眼与山根间的位置 这里代表祖上与夫妻 如果这里有志或者塌陷的 那么夫妻缘分不足 难以一生一世白头偕老 或者夫妻感情淡薄 情缘不重 把眉头下面有志 眉头下面有志的人 志向高远 但容易招小人 想要做成什么事情都会比较困难 拥有这样志向的人性格固执 不懂得变痛 身边有小人的话 则说明难有解决办法 九 右眼角有志 在右眼角的平行延长现有志的话 被称作经营志 有这样志的男人头脑聪明 有想法 做事谨慎细致 是个可造之才 其人很会为人处事 懂得把握机遇 属于白手起家的类型 即使书读得不多 却很有商业头脑 知道怎样做生意赚钱 是个可以创业并守业的人 十 眼睛正下方有志 眼睛正下方有志 说明身体不好 女性大多数有妇科疾病 子女孕也特别不好 是男性的话则体力差 不能够长期从事体力劳动 身体难以支撑 眼角下有志不好 代表情绪化 感情用事 多愁善感 老喜欢电视剧中的浪漫爱情 什么多角恋 忘年恋等等 由于对爱情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 终身为情所困 并容易因此影响事业 到时感情事业两失落 十一 每为有志的人感情婚姻不顺 有这种志向的人 一般异性而加 所以会是比较容易变心的人 在感情婚姻方面难以长久 不够专情 对婚姻不好 并且另一半也会靠谱 容易出轨 在感情方面付出的多 回报的少 十二 卧残有志 眼下的卧残有志 一般都以善志为主 这类人对子女的教育抓得比较紧 也比较用心 这类人生的孩子 一般也都聪明伶俐 由于平时这类人教育孩子出色 长大后孩子就有出息 到了晚年 他们也能享受子女带来的好福气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净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